大家一起唱著生日快樂歌 歡慶台東縣兒童故事館 兩歲生日 今年兒童故事館 將以四季的構思 來進行大型的親子主題活動 28號特別以春枝根為主題 縣長夫人陳林彥 特別代表縣長黃建廷 跟大家同樂 在活動當中 首先由三間國小小朋友 演奏歡樂的寶寶鼓 來揭開序幕 縣長夫人特別感謝了 台東縣故事協會 兩年的經營 將故事館營造得有聲有色 有不少家長 或者是阿公阿嬤也帶孩子 進到故事館閱讀以及遊玩 更希望閱讀可以成為 台東縣民每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還有兒童故事協會的幫助之下 我們希望讓閱讀 變成台東人的日常生活 我們希望這個空間 可以陪伴我們台東的小朋友長大 謝謝你們今天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祝福你們 大大小小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我愛你們 兒童故事館生日快樂 謝謝 在會中也邀請八對親子一起閱讀兒童會本 這本書要表達希望為人子女 要多幫父母做家事來分擔 也期望多培養共讀的樂趣 讓台東的孩子都喜歡閱讀 動態希望步伐臨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